一周前黄马队宠马赛洛还在巴西里月月内路和家人朋友一起度假,度假的马赛洛也离不开足球,他和三个亲朋好友一起玩,起了排球式的沙滩足球。 从短视频中可以看到马赛洛和队友配合更好些,关键是他是无时无刻,不露出他那惊人的球杆和精湛的脚拔,最后他头锤将球顶到后场得分。 三天前马赛洛回归黄马开始随队训练,今天去西班牙媒体马卡包曝光乐军两天,黄马和他们的必备卡斯蒂亚的训练算的短视频,短视频中对手依然是最受人瞩目的焦点。 他在中场街队又常传,那脚就像是粘柱皮球一样,皮球乖乖的落地,并顺着他的脚往前滚。 马赛洛跟上顺势就轰出了意气精彩的世界波,皮球直挂此脚破门得手。 今年世界败巴西遗憾的在八强战中阴影而赋予比利时出局,马赛洛再次遗憾的未能捧起大力神碑。 国家队伤心不久之后,俱乐部方面也传来了马赛洛伤感的消息。 有了官邦宣布马赛洛的铁杆他当C罗正式从黄马转会到雷文,不过这些不愉快并没有让黄马对虫指尘,一直停留在伤感之中。 足球让他快乐起来,而新赛季在没有C罗的情况下,黄马的左路的重任或许,会全部压在他肩上。 上赛季出C罗被竞赛无场,黄马风险一度很低迷,那段时间他们时常靠着开倒车,后卫破门比前锋还多艰难的维持着局面。 如今,C罗出走游轮,黄马的进攻端必定会留,下很大的空袋。 除了贝尔和北格马之外,新赛季恐怕马赛洛也要加强进攻,来填补C罗出走的空袋。 从沙滩足球到训练赛的精彩世界波来看,马赛洛显然已经是做好了准备。